小生初 初生高 必读必会 必掌握古诗词252首 今天介绍第44首 约克 宋 赵诗秀 黄梅时节 家家雨 青草池塘 处处挖 有约不来 过夜半 闲敲棋子 落灯花 一文 梅雨时节的烟雨 笼罩着千家万户 长满青草的池塘边上传来 此起彼伏地振振挖鸣 已过午夜 我邀约好的客人却不见到来 百无聊赖 我只好轻轻地敲着棋子 看着灯花一朵朵不断落下 下面从内容 炼字 写作手法 情感主旨 四个方面进行鉴赏 一 内容 本诗描绘了诗人在江南美雨季节的夏夜 等候客人到来时的情景 前两句是对江南雨季特有景致的景物描写 在描绘了江南自然风光的同时 还营造出一种清新静谧的氛围 后两句 比风一转 在景物描写的基础上加入了人物描写和间接的情绪描写 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诗人在约客未来后引发的内心微妙的心理变化 二 炼字 从以下四点见上 一 诗人善于使用视觉感很强的字词 例如首句黄梅时节家家雨中的家家二字 以此 修饰雨很直接地表现了江南美雨季节 几乎日日有雨的多雨气候特征 营造了一种在烟雨迷蒙中透着悠闲清静的诗歌意境 令读者似乎眼前蒙雨 有至深雨中之感 二 诗人善于使用听觉感很强的字词 例如次句青草池塘处处挖中的处处二字 以此修是挖的声音 即反映出了农村夜晚处处都是断断续续高低错落 此起彼伏的挖鸣声的生机盎然的有趣景象 又写出了诗人安静地等待客人到来时的 悠然孤寂的心情 三 诗人善于使用能够表现内心活动的字词 例如墨具闲敲棋子落灯花中的闲敲二字 表现了诗人对约客久后不致时 而情绪由高兴 兴奋转变成无聊无奈的心理活动的变化 生动地刻画出诗人内心的焦躁 与闲适交织的情感 四 诗人善于使用能够表现双重意义的字词 例如墨具闲敲棋子落灯花中的落这个字 此处作为动词使用 一方面写出了灯花一朵朵的被震落的景象 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诗人内心活动 发生了从高兴兴奋到无聊无奈的微妙变化的过程 三 写作手法 从以下三点见上 一 本诗运用了衬托的写作手法 本诗前两句通过对语声和蛙声的听觉描写 以两种声觉 反映出环境的宁静和和谐 增强了诗歌的视觉效果和听觉感受 二 本诗运用了对比与转折的写作手法 本诗前两句是写夏夜之美景 后两句是书等有之深情 通过景与情的对比和转折 四 使全诗结构巧妙 节奏紧凑 情感丰富 转换自然 三 本诗运用细节描写 展现诗人的微妙的心理变化 例如墨具的《闲敲旗子》中的对《敲旗子》和《落灯花》中的对敲旗子和《落灯花》这两个细节的描写 生动地展现了诗人 内心心理的微妙变化 增强了诗歌的想象力 感染力 乃至于共情力 四 情感主旨 本诗通过对诗人 《雨夜后课来访的情景》描写 及对诗人心理变化过程的间接揭示 在表达了诗人 约客 未至的惆怅 落寞的心情的同时 也表达了诗人对 有情的珍视 和对生活 所持有的 显示 宁静 淡薄的情感 和生活态度 再见 感谢观看